如今特朗普政府面临着三大难题 一是本土的新冠肺炎疫情依旧肆虐 二是本土的反种族主义和反警察暴力的示威游行还在蔓延 三是临近美国大选 特朗普面临一个强劲的对手拜登 然而面对这三大难题 特朗普政府却目光紧盯中国不断对华出手 在疫情上甩锅中国 在政治上抹黑中国 在经济上孤立中国 期间特朗普政府还拉上盟友 企图把盟友也绑上反华的战车 但可能要让特朗普失望了 据参考消息9月14日报道 日前德媒发表一篇题为 更看重北京而不是华盛顿的观察报道 报道中展示了一份民调 为科贝尔基金会在今年5月委托在德国和欧盟中进行的一项调查 调查显示 36%的德国公民认为 与中国的关系比与美国的关系更加重要 而这一结果比去年9月相比增加了12个百分点 另外今年年初 12%的德国受访者 13%的法国受访者 和6%的美国受访者 把中国视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 而到了今年5月 这一比例分别上升到了 20% 28%和14% 若第一份民调是对中国的肯定 那第二份民调直接让特朗普笑不出来了 在德国R加V保险集团进行的最害怕什么年度民调中 特朗普位列榜首 53%的受访者担忧特朗普的政策 会令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排在第二的 是对生活成本上升的担忧 为51% 排在第三第四的 与经济有关 担忧欧盟债务危机 给纳税人带来负担 以及经济形势恶化 分别为49%和48% 而德国人对新冠病毒的担忧排在第17位 由此可见 在德国人眼中 特朗普比新冠疫情以及经济受挫还要可怕 正如此前解放军报所说 抹黑实乃自黑 特朗普和他的政客们 喋喋不休的抹黑中国 但是非曲直 自在人心 国际社会也不会买账 最终特朗普政府只会落得个自身污迹斑斑的结果 这两份民调就直接展现了什么叫自食恶果